大家好,春天是吊篮生长非常快速的一个时期 也是它冒匍附近最容易的一个时期 那么我们在春天的时候养这个吊篮 一定要注意了 把这两道水给它浇好了 它的生长速度会飞快 而且还能够避免它叶片出现干尖的问题 因为吊篮它的叶片尖端非常容易出现干枯 那么我们给它用好这两道水 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还能够增加它的长势 第一道水就要给它浇肥水 吊篮在春天它的生长速度非常快 大家看我这一盆吊篮它的新芽呼噜噜的冒 这个都是它新冒出来的这个叶芽 长得非常快 那么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给它补充到充足的养分 是它往后快速生长的一个条件 所以我们给它浇的第一道水 就是要给它浇这种营养液 把这种通用型的营养液兑水之后 往它的花盆里面浇 一个月给它浇到六次左右就可以了 大概五天左右给它浇一次 能够给它补充到充足的氮磷甲元素 不至于说偏湿某一种元素 导致它这个叶片折断的问题 所以这种充足的氮磷甲元素 给它浇是最合适的 那么第二道水就是给它喷水 这个吊篮它也喜欢生长在一个比较湿润的空气条件下面 我们要经常用这个喷水壶喷洒一下这个空气四周 能够让这一盆吊篮吸收到充足的水分 那么它这些叶片就没那么容易出现干尖的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吊篮叶子出现干尖的都和这个空气湿度有关 所以吊篮一定要经常用这个喷壶往它的叶片和空气四周 喷洒一些水物给它增湿保湿 那么它这些叶间就没那么容易出现干枯的问题了 如果你也想要自家的这个吊篮在春季生长得更旺 甚至这个芙芙茎长得更快的话 两道水给它浇好就可以了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